现在世界上灾难这么多 原因从哪里来的 外面是境界 不好啊 灾难很多啊 佛告诉我们 心 心不善 外面境界反应的也不善 不善就在那 冷言经上告诉我们 谁在 是什么东西反应的 贪婪 我们有没有贪心 学了佛了 学了佛贪佛法 还是没有把贪心发现 他还要造水灾 那火灾 怎么发生 现在地球 温度上升 这是属于火 火山爆发 诚恨 诚慧 嫉妒 从这身边 这反应对吧 风灾 台湾一年 台风很多 风灾是愚痴身 什么叫愚痴呢 阵望 邪真 是非厉害 没有能力辨别 所以往往搞颠讨了 在愚痴 愚痴是感应的时候 风灾 地震 地震是心不贫 供高额慢 侵蚀别人 都带来地震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贪嗔痴 熄灭掉了 佛说 勤修戒丁慧 熄灭贪嗔痴 贪嗔痴慢 没有了 咱们地球上这些灾难 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这样讲 一般人想不想 不相信 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我们这个心里面想的 身体做的这些行为 会影响山河大地 哪有这种道理 他不相信 那就没法子了 江本波斯虽然做了很好的实验 这个实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少数人接触到他这个实验 想象是有道理 这佛经上讲真有道理 他这个信息没有办法广泛地推广 我们明确实验 我们相信佛菩萨的话 我们相信佛菩萨的话 帝子彦上讲的 大臣教里面给我们讲的 便乏界虚空间 要用我们的爱心 要用我们的爱心 把它充满 爱心变发界 善意 善意满足婆 全心全力 为这些苦难众生服务 把佛物里面 最重要的 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了 教导他 这个最重要 其他的是次要的 最重要是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49年讲经说法 最重要的 不但研究 而且深究 做出榜样 给大家看 好样子啊 更要注意 培养 年轻人 不能佛法了 到我们这一代就完了 培养集成人 世世代代相传 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 这是世间第一等的好死 如果有这个能力 要很认真地去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这么说了 这 它有什么厚子 最后 感谢观看